那請問哪一種人 最容易掉入陷阱 A 喜歡投機的人 B 容易相信別人的人 A 還是B 請舉牌 好 來 大根 喜歡投機的人 絕對是投機的人 就像你 你想要賺錢 我跟你講 這個是我剛滿 大概19 20歲的時候的事情 我去我們家 那個老家的能口的菜市場 也是一個晚上 也是有一個阿姨 然後他在賣彩券 然後又坐著輪椅 他很可憐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好 有彩券 搏一搏單車變摩托 你就過去 然後阿姨就說 阿姨說好 一張100塊 然後我就說好 阿姨 那我給你買一張 然後他就看我手上 是1000元大鈔 然後他就說 同學 年輕人不然這樣 他說這邊有12張彩券 那這邊我賣完 我就要回去了 1000塊 我12張賣你 好不好 然後我說阿姨 你是不是有賣過柳丁 他說沒有... OK 對 還真的有賣貴賓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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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賓 都沒有 迷你住了也沒有 好 於是我就想說那一定賺 反正對我來講是賺 我用1000塊買12張 就賺200塊 我說好阿姨 那我就跟你買 阿姨拜拜 他就坐他的輪椅走 然後就在很高興的步伐回家 就拿10塊錢準備刮刮樂 刮第一張 沒中 第二張 沒中 第三張我又發現奇怪 為什麼他這個刮刮樂 我那10塊一刮 他那個漆就用那種散掉了 他就慢慢很快就散掉了 他不是那種一般樣 那種刮很久 一刮就散 然後他就刮... 果然12張都沒中 而且那個漆一刮就散掉了 然後我爸要進來問我說 你在幹嘛 我說我在刮刮樂 他就摸一下那個漆 那個五金行有賣 那個叫刮刮漆 他把人家沒中的彩卷 用一個刮刮漆再貼上去 最巧了 然後再來賣過 天啊 那我是我們家附近 那一代的阿姨 都不要亂相信 那你就是推咖 買牛丁也被騙 遇到買到網球 買刮刮樂 買到刮刮漆 你就是投機 你想說賺兩百 而且還會博到更多錢 那一定買 我覺得是那個 就是容易相信別人的人 那有一次我就記得 我走在那無星街的路口的時候 那又過馬路 那個紅綠燈 大概要等大概90秒 然後我就覺得很熱 然後我就站在那邊等 結果旁邊就一看 就有一狗 推了一個像這樣子的車子 然後呢 裡面就是很多那種 就是回收 沒有牛丁 也沒有迷你租 它就是一些回收的一些紙盒 它就這樣子停在跟我一樣 那個紅綠燈孔 那你是不是手上沒東西 你又比它年輕 所以你就久了以後 你就覺得說 那看它一副那種很熱 又很累 然後要一綠燈 那你對戲一下 來 對 來 Julie 你要演那個婆婆嗎 我也不是 我是演芳人的那個人 沒有... 然後每人自己下來演 然後我就說 沒關係 我幫你一起好了 過馬路 沒有 那個婆婆有幫我 要... 讓我幫你 馬路... 我就... 我就要過 結果要過了馬路對不對 是不是你就覺得說 這件事情就結束了 結束了 我就... 沒有 他跟我講了下一句話 就說 你要怎麼... 我就好 右轉 你要跟我一起拉 對啊... 沒有啊 我一個人在推啊 她咧 她在後面然後慢慢走這樣 漫步燃山 那個直走... 對...直走 前面 在右轉 在右轉 然後就開始看到一個坡 然後那個婆婆 就越離我越遠 對 越來離我越遠 越遠 然後我就看到那婆婆 在那邊搧搧子 跟那個隔壁的有沒有 然後說 對啦 今天好 叫這麼多啦 說 妳不要再怎麼做 哥哥... 靠近了... 謝謝 上坡 謝謝啦... 我還上坡 媽 我就... 這東西沒那麼多啦 她就跟我說 那個左轉十二號 放在那個十二號門口就好了 好 謝謝喔 我停的那個地方 獨棟的 那個婆婆是地主 那個地主有時候 窮奇無聊 沒事幹有沒有 無聊就會收這個 到底哪一種容易落入陷阱 哪一種人最容易掉入陷阱 A 喜歡投機的人 B 容易相信別人的人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這題的話我喜歡B 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很容易相信別人的 然後曾經有過就是意外變成出賣 一個閨蜜的經驗 有朋友的朋友詢問我 關於我好朋友的家裡私事的時候 我以為大家都是朋友 所以他也知道 我就告訴他更多細節 想說我們可以一起幫他 阿如哥走出這個難關 結果之後變成我出賣他 然後呢 我們就類似斷交 過了好幾年呢 到了大學之後 有機會再見面說開了 才算是恢復友情 那他也原諒了我 我也學到教訓不會再這樣做了 我覺得是B 容易相信別人的人 比如說我們今天在逛夜市 然後有一個阿姨在賣一組 可能很熱銷的掃把好了 然後她跟我說 這是最後一組啊 然後買完就真的沒了 她就下班了之類的這種話 譬如說我真的買了 然後結果我逛完回來發現 這個阿姨還繼續在賣這個掃把 然後旁邊還擺了好幾組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 有類似這樣的經驗 就太容易相信別人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要注意喔 好 容易相信別人 容易落入陷阱 所以選A的不正常 噴 好 掉入誰的陷阱 再不爽你也會吞 A 另一半 B 家中長輩 A 還是B 請舉牌 好 咪咪 我是會這樣耶 因為有機 掉入另一半的陷阱 對啊 因為我老公這麼強 那另一半就破啊 對啊 那你們護射陷阱 護射 你們家不能進去 你們下去 很滑 沒有啦 沒有啦 就其實 就大概五 六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我女兒 老大才剛生 那時候很快速買一個房 那因為那前面有一個 很大的那種車道庭院 就那個 然後大家就是都會在那邊洗車 那一年我記得過年的時候 因為過年其實是很難排洗車 這件事情 然後我老公就直接把車 停在那個空地 然後就叫我們 大家動起來 就開始洗車 洗車 我跟他在洗 洗到一半 我發現我老公根本沒有認真在洗車 他就是一直在跟鄰居 走過的鄰居 就說 我跟你說 我老婆洗車很會洗耶 然後他怎麼洗得很乾淨 我跟你講 反正你們也沒事嘛 不然等一下我老婆這台洗完 你如果要洗的話 你可以停在後面 而且我老婆啊 我老婆還會穿比基尼 幫你們洗喔 真的嗎 我跟你說超扯的 你知道嗎 一個下午我就幫鄰居洗了三四台車 我老公就是在旁邊很開心耶 然後鄰居有時候真的還說 抱歉 不用 沒關係 他說不用這麼客氣 大家都是鄰居 結果後來才折知 他其實是在 變相的想要拉攏鄰居 因為那時候 他們想要當那個社區大樓的主委 後來也不願了 也沒有選上 沒有選上 到底是沒選上 他車白洗了 我車子真的白洗了我 我的話 我會選這個長輩 為什麼 因為另一半就像咪咪講的 你可以跟他吵 可是老一輩你沒辦法 你只能就是閉著嘴巴吞下去 像我媽就常會社局我 跟我老公這件事情 因為他知道我們兩個 很不愛應酬的人 有一天他就跟我說 媽媽他們每一個 好像是每一季 他們都會有個同學會 他們輪流做冬 然後這一次就換到 我媽媽他們做冬 他說我爸跟我媽就說 這次是我們做冬啊 所以你們兩個要陪我們去 因為爸爸剛剛開完 那個腳不方便 所以要扶得去 然後就叫我跟我老公說要去 我說好 就去到那邊不得了 我跟我老公從頭到尾 沒有吃到飯 也沒有坐下來過 因為一個 一進去就開始主持 然後呢 另外一個字句 可以唱歌 我們兩個還要被點歌 然後還要服務 就說你要唱 對…我要唱這個 我也要唱這個 我們還有請卡拉OK啊 對 他有請那個長輩 長輩 對 他想說 那我要跟你合唱 我老公從頭到尾就在那邊 然後下一位是 阿咪咪 叫阿咪咪姐 來 我跟你講我們人累死了 做了一場秀也沒這麼累 那房哥當時有唱 愛情列車渣 給個座位難不難 他跟我講說 他做秀都沒有這麼累 因為你有主持的話 還有別的歌手要來唱 從頭到尾就我們兩個人 你知道嗎 我就跟我媽講說 我跟你講你的同學會再也 不要叫我淩去 到底嫌耶還嫌必得不正常 掉入誰的陷阱 再不開心你也會吞 A 另一半 B 家中長輩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這一題我選B 甚至我朋友他媽媽 一直很想幫他介紹對象 但是他每次都避而不達 當作沒有這回事 已讀不悔 有一天媽媽就跟他說 要記得回家吃滷肉 我滷了一鍋滷肉很好吃 然後他一踏進家門就發現 怎麼隔壁老王的兒子 也在餐桌上 原來是媽媽想要把他們湊作堆 我朋友就超級不爽 但我也是跟他說 你媽其實是出自於一顆愛你的心啦 他也是替你著急 所以才這麼做啊 不要再生氣了啦 那通常這種類型的事情呢 我都覺得沒關係 去體諒一下長輩的用心良苦 這題我選B 如果是我老公敢設陷阱 我絕對是直接給他難看 但自己的長輩真的是很難耶 就像我媽 明明知道我不喜歡他帶朋友來我家 偏偏特別喜歡帶朋友來參觀我家的職務 以前我都會直接拒絕 他現在整個學聰明喔 都會先打掉來說 姊姊你在家嗎 等等拿東西去你家喔 確認我在家之後呢 這些阿姨啊 姓姓們就會跟著我媽 全部出現在我家了 平常我在家就是怎麼舒服怎麼穿 像他們這樣突然的出現 沒有打扮的我真的是面有菜菜色 很尷尬耶 後來他們發現 想要有好氣色 大家都會喝這個 韓國女神生意針最愛的膠原蛋白飲 有了這個就不用擔心了 因為他讓我整體的狀態都維持得非常好 滿滿的膠原蛋白 連老公都說捏下去的手感很好 方便攜帶 而且它很好撕開喔 喝起來也沒有任何的行為 是好喝的膠原蛋白飲 現在就算我媽隨時帶親朋好友來突襲 我也不用怕了 高達九成 百分之九十都覺得是家中的長輩 那個陷阱要吞了 所以選A 另一半的不正常請噴 OK了 等一下 我要想說的是就是 我剛剛看到那個郎金的影片裡面 他也有喝那個孫仙膠原飲 我也有在喝 而且我超大推的 我今天有帶來給大家 大家可以試喝看看喔 真的真的超好喝的 以前很多膠原蛋白飲這個 會有一個味道 對 可是那個真的沒有 你喝看 這個是魚做的喔 可是它竟然是有莓果的味道 對 大家可以喝喝看 真的沒有那個心味 你說濃度是 六千 那很高耶 六千好熱的 一包喔 一包有六千毫克 比市面上還要濃喔 怪不得你最近都可以素顏出門 不是 我跟你講 我的小編喝了這個之後呢 你知道它最有感覺是哪裡嗎 哪裡 不是臉 哪裡 是胸前的皮膚 可以看嗎 會不會是 這邊會找那個豆子啊或什麼 症之類的 這邊 嫩嫩的 對啊 我喝了這個之後 一陣子出門 都沒有化妝 素顏 我真的是素顏 常素顏出門 我會想說 有什麼 這就是孫醫生代言的啊 對啊 孫醫生代言真的是很厲害 朋友都以為你化妝對不對 其實並沒有 好像果汁耶 對 是不是 它就不會有那種很新的味道 也沒有那種綿綿的 那種沒得吃的感覺 而且它不甜 對 它不會很甜 對 我覺得有時候怕太甜 它就是很方便 因為有時候 我們以前吃那個膠原蛋白 就是那個粉 然後會發生的 上二年那樣子 整個都很不舒服 而且它有一包一包 很好帶出來 對啊 然後它不會有那個 粉會那個膠原蛋白的味道很重 然後它會結在一起 沒有 我是建議 喝下去很好 有在減肥的人 妳一定要補充膠原蛋白 不然妳瘦下來 麵都黏黏了 是不是喝起來酸酸甜甜的 非常好喝 韓國人除了保養之外 它的膠原也很厲害 因為市面上的膠原 都是從豬萃取出來的 所以分子比較大 蘇軒膠原飲呢 它是用 魚萃取出來的膠原蛋白 是用二生鈦跟三生鈦的 膠原蛋白 這是我市面上 目前沒有看過的 而且它兩種都是 一千道爾頓的分子 非常的小 吃進去之後呢 它的消耗跟浪費 是非常小的 非常好吸收 而且非常的高級 非常好 又方便 攜帶又方便 晚上 他真的完全沒有心味 完全沒有 光是完全沒有心味這件事情 就加分了 對... 舒寒 你肚子餓 就喝這個 你會不會太貴啊 不是... 不是啊 問題 這個比飯貴 對啊 減肥是很花錢的 晚上的時候 你看 你要吃 你吃那些宵夜 你要代謝 你要浪費多少時間 體力運動 你都減肥 如果沒有營養 又喝這個 加一點很臭 而且晚上睡覺的時候 其實很好吸收 搖引就停了 我跟你說 我最近看了一個小書 就是韓國... 韓國女星真的是 厲害 她用這個橡皮筋 每天早上起床 就是這樣子 繞兩圈 是早上起床 還是晚上睡覺 早晚都可以 早晚... 早晚了只要在 把這裡耳朵纏起來 耳朵纏起來 耳朵纏 是不是拉提 這兩顆 我耳朵會比較小 就是你只要早晚 十分鐘 它可以讓臉 變緊 變小 因為這邊拉提 拉提下巴 因為觸境說一下 觸控線 觸境血液 舒凰 妳的耳朵纏起來 變好小喔 對啊 這樣等一下會發紫吧 不會 她只要一下 十分鐘 會失衝嗎 不會啦 十分鐘喔 各位 只有十分鐘喔 你再交代 十分鐘喔 不到十分鐘 對 然後早晚 要再一天 我就完蛋喔 我聽說 它可以讓臉變小 很多韓星 都是這樣在綁喔 其實妳自己用手捏 妳就感覺得到了 妳用手捏的時候 妳會感覺上下的皮 就繃了 對 會繃 會拉提起來 會幫妳拉提變小 我覺得會不會拉提 倒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因為妳要綁這個 妳會按摩妳的耳朵 對 我覺得是按摩耳朵 對 這個要喝幾包 才可以跟妳一樣美啊 跟我永遠 這件事就用我就好了 一天只要 妳要到永遠做不到 沒有 一天只要一包 因為它一包裡面 除了滿滿的膠原之外呢 它其實有很豐富的 曬若美跟紅石榴 可以讓我們的 所以它會有一個果汁的味道 就石榴汁嘛 對 會提升我們那個水嫩度 水嫩度 然後由內而外散發出來的 量跟精神 它整個氣色紅潤起來 氣色會非常的好 就像素顏就像 而且講到石榴就很女人有沒有 對啊 因為石榴多子 OK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是 是代表妳的婦科很強 OK 對 所以會 帶倒在妳的石榴群下 而且這個是可以由內而外 對 就像水嫩 那個QQ的是不是很想要 美於山光 所以只要一天喝一包 一天喝一包 一包就好了 一包就夠了 在這個愛情的市場來講 容貌重要 婦科也要很強 對 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就是由內而外 真的很低喔 同時清真原味 有的人 噴香水 外皮香香的 結果我一旦上床的時候 就不是 所以會保養 由外而內 對 平常少吃蘑菇啦 少吃蘑菇蘆筍 多吃蘑菇蘆筍都不要吃 鱈魚也是一樣 對 鱈魚不行 要吃鳳梨 You are what you in 對 郭堅你講到陷阱 其實人生什麼 江湖再走 走陷阱 要游 對 其實有時候真的是 也很想這個 能夠墜入愛的陷阱 對不對 那苦無機會 是不是 就是那種 騙我們錢的陷阱少一點 多一點愛情的陷阱 倒是還不錯 謝謝 不要哭啦 看到你要更新 就是現在 脫框就站在這裡 一副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了 我是OK的 小姐不息地 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 熱映中搜尋東森娛樂台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